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叫竞争集中 对 有王石在 谁能成的了功啊 对吧 今天上午挺有意思的 今天上午我在香港 一个小记者圈里有那个群 你知道今天上午传出一个谣言 好多香港记者盯着光光 就往养和医院跑 我说什么 他们说李嘉诚不行了 说他们有上司跟他们讲说 你们赶快去养和医院 说李嘉诚 我说不可能吧 我说要那样 你赶快给我核实 我下午就要录腔腔了 我就得赶快 我就开始在 做新闻的人都是这样冷酷无情的 没错 我就在手机上赶快查这个李氏的家谱 人家早就拍好的 这些重要人物啊 电视台啊 都有短片早就准备好了 去年雅士不就搞错一次吗 后来江主席说 小赤佬 江王真啊 江王真搞错嘛 我知道那个上海话是什么意思 小赤佬 小赤佬你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憋三 小赤佬啊 小赤佬啊 那我穿的也是一身赤红 我也算小赤佬啊 小小小憋三 香港啊 一直以来都是 因为他们都是传奇人物 重要人物 我们不是说希望他有什么不测啊 可是有几个人呢 这么多年来不断不断 平均大概隔六七个月吧 再传一次 那不好的消息啊 那有一个传了好多遍之后终于去了 小育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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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哎 我觉得是寿终啊 那就是 可是他从八十多岁就每隔半年就被传了 哎 他不行了 赶快去 因为那些大的电视台 他对一些重要人物 他都准备好一个短片 对啊 准备这个片子不是对你不恭敬 那是说明你地位高 对啊 所以这个咱们还是祝愿李老爷子长命万岁 对吧 然后但是他们会说我判断 我判断不可能 我说他不是前一阵 刚说在美国动了一个小手术 哎 我也听说这个人呢 动这个腰椎管的这个小手术啊 结果李嘉诚在这个插了管之后 即将进入麻醉之前 他那个红颜知己说的 不是我说的 对 我虽然我也穿上红 就是 大喊一声是冲他儿子 或者冲他谁啊 就说我那个基金 百分之八十 一定要在大中华区 明白吗 就是我那个基金 就不管我出了什么事 我那个基金一定要在大中华区 结果旁边的医生吓坏了 赶快就跟他说 说这是个小手术 没有没有没有关系 然后讲这个话的时候 这个周凯全女士听说两眼红红啊 就说你们怎么冤枉他呀 你们这么冤枉他 他这个这个时候啊 他这个奋力一呼 就说进手术室之前 进手术室之前 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 百分之八十 他的基金会要放在 要focus 我的记者英文 focus在大中华区 全权赤子心呢 你敢说赤佬吗 赤子 以前他说说 别让他跑了 人家根本没跑 所以瞎说啊 但就后来我就说 你就纯粹胡说 后来那记者就说 哦 听说不是李嘉诚 说是郑宇童 他还进给人胡说 所以你们对那个名单 不好奇吗 我刚说孝玉夫去了之后 还有谁啊 那压力都在几位 长辈前面 我们没有不恭敬 就是说的确是 传媒界不断眼睛盯着 而且经常有谣言 一有谣言 大家就跑去医院 一个是金庸先生嘛 小说大事 据说身体是不太好 对啊 就是每隔半年就说 金庸 现在你见不到他 出出状况 他不出来活动 然后李嘉诚先生嘛 还有一位何鸿生 赌王啊 赌王啊 就大概他们压力很大的 就这几个吧 对 我那天我就说 看见一个新闻标题 我觉得特别好玩 现在这个标题党啊 他就是弄得你出现一种 后现代的一种 魔幻的一种色彩 最后打出来标题是什么呢 赌王四仪态 率员工 上井冈山 重走革命路 这叫什么事 可能是去了井冈山 是去人家组织活动 人家企业组织活动 去井冈山 但是人家不是从走革命路 人家是初走革命路 对不对 人家以前没走过 对不对 所以说啊 我就说很多时候 你注意到没有 本来是商场当中 商战当中 挺常见的一个情况 可是呢 它引起最大的注意 包括我们这种外行人的注意啊 很大程度上 确实因为这个人 这个人呢 他是个名人 而且他这个名啊 超出了他的专业之外 比如说前一阵 我就说中国的企业家 我觉得那真是都是人中翘楚啊 你想这是个 我就说马云 我在我印象中 又是演说家 又是外交家 又是这个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这个专家 又是太极拳高手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又是太空人 对 三星堆 你说王实老师呢 这更让我们佩服了 又是登山家 对吧 又是这个烹饪 就是说做红烧肉做的特别好 是吧 对 就是有时候 爱情故事也很浪漫 也很爱情故事 还上广告呢 对吧 就是而且 很壮烈 壮烈 对啊 你看这么大岁数 体型保持的 比我强多了 不能用悲壮来形容 他的爱情故事吧 人家happy ending的 所以我向大家报告 爱情故事里面牵线到其他人啊 在其他人眼中 可能是悲壮 对不起 对 我向大家报告他的最新消息啊 就是今天上午啊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 说他正在拜访瑞士信贷 然后呢 大家都觉得啊 是不是拉钱去了 据说现在说是 很多谣言了 就是说王实现在准备了 对他250亿的钱 子弹 准备跟宝能这个大战 对吧 但是后来又有人这个什么辟谣 说这250亿 纯粹250谣言啊 就是但是呢 呃 呃 呃 王实 万科主席 王实在演讲中表示 他最新表示啊 挺有意思 他这几天这个口风啊 也是神鬼莫测 他说 我是很尊重潮汕帮的啊 特区帮 深圳帮 大家都是为深圳做建设的 宝能 华润 万科 都是深圳帮 都是一家人 不应该内斗 甚至就是说 我们愿意照顾前海的诉求 前海就是姚振华这这这头的啊 就是我们愿意照 前海人寿 前海人寿 我们愿意照顾前海的诉求 前他 但是他说到一个要请教嘉辉了 他说前海很像香港的梁伯涛 能改组就改组 不能改组呢 股价上他也不会亏 你就要讲讲梁伯涛是何许人也 我就知道黄伯涛 黄伯涛 梁伯涛 在香港我们称他红筹教父 红筹嘛 这是内地的股市 因为他是最新在香港 把红筹这个交易的市场 红筹股啊 大陆的企业的股份 我们叫红色嘛 就是你的红人 OK 所以今天我穿的 红筹 就是那个把他搞了上市 这是第一个 他永远走在最先 让香港的股票市场 跟中国大陆这个接轨 可是更重要的 大家提到他呢 就是其实就像你刚读的 读的那一段文字一样 他通常呢 很喜欢去收购别人的东西 收购特别 不管是大中小 以小为主 小的比较好收购嘛 一下吃掉你的公司 上市公司 然后把它重组 然后把它这个卖掉 这个关掉 里面 然后他再转手卖出去 我买了你的公司 把它重组一下 又把我的什么 其他的资产 住进来 就卖给你 赚了一笔 可是里面牵涉到 为什么有争议呢 里面牵涉到 好多人的吃饭的饭碗 你重组啊 有些部门你关掉啊 我不要叫部门 我这个卖掉 我这个裁员什么 减轻成本 那些人就失业了 所以他争议性 大家一般说 哎 了不起啊 看到人赚钱 就是王道 可是那个手法上面 大家还是觉得 很有霸气 那假如这一期 你刚说啊 除了因为王石 大家很传奇以外 那个不常见啊 因为他不是普通的收购啊 这个叫恶性收购 恶性的 有人说也不能用善恶来定 如果是管理层不乐意呢 可以叫做敌意收购 对 敌意收购 OK 那是翻译的问题 因为在企业管理界 通常就叫恶性 hostile 有敌意 或者恶性 那敌意收购 就是不经过你的董事局的同意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在外面扫货 不断扫 跟你竞争 到最后我赢你了 然后把你 请你离开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不寻常 通常敌意收购 牵涉到一定是大财团 在商业以外的一些瓜哥 比方说香港 李嘉诚以前 70年代发了财 收购英资 英国资本集团 当时就有人说 他搞定了 港英 当时是英国殖民政府 香港政府 英国鬼子 跟他们一帮有挂钩 所以支持他 银行也支持他 然后他就收购了 就连香港这个要是没有当局的支持 都很难 感觉是 里面牵涉到财 财 财气的问题 财 融资的问题 融资什么意思呢 就说 OK 你的政策 能不能给你 给你一个政策 在合法的情况下 能不能保障 或者说 要不要发展某一个产业 70年代香港很黑的了 而且英国鬼子 不是铁板一块的 里面有不同的派系 香港一直以来 97亿以来 以后 以前 很多的公共工程 都是批给英国的公司的了 根本好高的诈钱 建地下铁 建这个大楼水管 中间的顾问费 可能你的成本是两亿 可是顾问费是一个亿 都是英国公司吃去了 里面是正常 所以咱们就可以 温故而置心了 但因为咱们不懂这个事情 但是徐老师你说 我不懂这个事情 我这几天 主要的读物 主要的读物 我从早到晚就在看 我就是看得好过瘾 我认为他有说书的很多要素 你比如光这个词 一开始就说姚振华 野蛮人 我就好喜欢这个词 原来这是经济学里边的一个词 指的是这种 玩这种收购的 就有一个称呼 跟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 流行的这种模式有关系 抓着野蛮人 然后到后来说 说王石怎么办 大家给他支招 读完计划 你听不过 说读完 白衣骑士 白衣骑士 还有一什么 焦土政策 家伙 然后听说这王石 后来也就表示 读完计划 我不会弄这个 对吧 啥叫读完计划 先去一下广告 先去一下广告 将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再读完计划 我必须说这个 从一开头啊 这个舆论呢 它有很多这个不正确的地方 我也有资格说这个 比如说不正确的地方 就一开始啊 聊人家的出身 对吧 这东西 卖菜出身 说这个姚振华 你知道当年干什么的 说是这个卖菜 不光卖菜还卖油条 说一卖菜卖油条的 一个潮汕老 好来就收购我们这公司 但是后来呢 也有另一派 这两边各有粉丝 你知道吗 那派的粉丝呢 就开始攻击王石 英雄不论出处 说不是 不仅是不论出处 而是说你论我的出处 我也查查你的出处 查实 王石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的深圳 卖鸡资料和玉米粉 说你卖鸡资料玉米粉的 哎 你干嘛要说人家卖油条 卖蔬菜 所以我觉得刘震 差别可能是卖鸡资料呢 它不是他自己直接卖 嗯 它是成批成批的批方 油条呢 大概就是真的 在煎了油条卖 对 可能是这样的区别吧 所以说中国都是洗脚上田的 咱谁也别说谁 对吧 哎 这是一个不正确的部分 这就应和了 当年刘振云老说一个 他就有一次做枪枪 不跟我说 他说你发现中国人聊天 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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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本来咱们是聊这件事的 打着打着 最后打成了第二件事 你看这就是 再有第二个 我觉得不太正确的地方 就说人家 就是个名言了 甚至我昨天在香港电台 听见一个 就是现在有很多 讲普通话的人 在香港电台做嘉宾 他有个普通话台吗 不是 主持人都是广州话的 哦 你知道人家 那个普通话的那个 不知道哪请来的 我一开收音机 他在那说 这个就有人说了啊 你抢了年轻人的 他就是这口音 你抢了年轻人的女朋友啊 年轻人就抢你的公司 时间花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我说这里 什么人能买相 传销的 我就觉得 好 你看这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 不正确的一个 一个批课 抢了年轻人的女朋友 所以年轻人 一个呢 这姚振华也不年轻了 对吧 二一个呢 就是即便是我站在 咱们未来的这个角度 我也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对不对 什么叫年轻人 抢了年轻人的女朋友 我年轻的时候 谁抢了我女朋友 对吧 这玩意儿 大家都忍耐一点嘛 这说来好玩而已嘛 就说来好玩 但是有句话说的很对 我认为这个可以成为 励志鸡汤 就别说人家的男朋友 女朋友 后两句 时间花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对 你就想想吧 那万科 那王室的时间花在 忠目老马峰 就在忠目老马峰 这个地方还有人讲啊 这个 说实在 徐老师 你们都是做学问的人 我自己 我就 就对我自己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说 我前一阵 他们到黄大仙 给我抽一个签 叫什么 叫王志玉仙呢 我后来百思不得其解 他说的大概就是说 有一个砍柴的 砍柴的一个 然后上山 碰见两个老神仙在下棋 他呆呆的看 看看看呢 看了一会儿 一回头一发现 他砍柴 那那个斧头嘛 斧头那个坝 那个都腐烂了 这就是 山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 我自己就检讨 我就觉得 你别以为 读书呢 都叫学习进步 真的就是 时间花在哪 你比如说 咱们曾经说过 我回到家里 我去看史记 我去钻固纸堆 我这个山中方 我很有乐趣 我也在学习 但是对不起 这个世界竞争 是如此的残酷 你不在第一线 好好钻研你的节目啊 你以为你天天在家里 在看你那个身心营养的书啊 那么你看 时间在那儿 最后您会更有血氧 您的气质 会显得更加高滑 但是您到了我们这个血肉生死场上 您就是差一招 因为你时间没 一个人天天盯着你呢 天天盯着怎么打败你 你呢 里面中间有一个时间的过程 生命不同的阶段 我记得哲学家 毛中山讲一句话 我一直记在心里 就是说他说 做学问啊 年轻的时候看财情 已经出手 等于写文章 做学问 财情 有没有财 有没有情 中年看功力 有没有功力 晚年呢 看什么呢 境界 你的境界在哪里 你的perspective 你的看事情的事业 经济人亡的境界 境那个level 没错 这次说对了 境界 OK 然后我觉得 这要看你生命嘛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 坦白讲 要像年轻男生女生 穿什么都可以 你不用穿名牌了 You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就穿了 就漂亮 那财情 那中年呢 我就理解说 你说把时间放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了 特别对中年的阶段 最重要 你那个不放时间 你没有功力啊 你就差 就像你刚说 差那么一点 差一点就差很远了 那到晚年就境界嘛 你有没有到那个高度来看 我觉得这句话 王石他们的这些选择 我们是没法参与了 但是文涛刚才讲的这种选择 我们是天天要碰到的 你多 你看一个礼拜十计 你真的会觉得 多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 你的微信公众号就残了 现在这个微信公众号 那些人啊 这个吴小波啊 什么最近什么咪蒙啊 这些 他们都几百万的阅读量 然后你听 这个听上去我们很羡慕 因为人家天天写个短文啊 几十万广告 人家就砸进来了 但你听了很羡慕 对不对 我们的文章也不差 我也去讲 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那些在营销 经营微信工作 每天写 每天变花样 然后你看 人就在这个两边 你到底是要什么 一方面我们回头再一看 2015年十本好书 许多云又有新的书出来了 人家花了二十年 写了一本什么书 你那里又在感慨 人不能全要的 所以有时候 当然了 我们这种是微信公众号 也没有 二十年的大书 也没写出来 我非常理解 一是不能全要 但是王石要的 我都想要 那当然了 好嘛 去哈佛 还是剑桥 读书 对吧 我在哈佛 还碰到过他 我去哈佛 开会的时候 还正好碰到他 我是在想一个问题 这种中国的大资本家 这种财产的争夺 引起公众的注意 好像以前没有过 上一次我记得 那就是矛盾的子业 小说电影里边 子业里边 那个资本家叫赵伯涛 一模一样 赵伯涛 就是比那个吴孙甫 更大的 更坏 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 名字就叫赵伯涛 也是套空买空 掌空 但是之后 我从没见到 老百姓要关心资本家 要么当偶像崇拜 要么出了事情 才觉得你这个钱 是来的不公 但是这种博弈 引起了公众的兴趣 这到底为什么 仅仅是因为 王石的个人的魅力 大家关心这个事情 以前有发生过吗 这类的事情 难道没有过吗 万科历史上 也碰见过那个 叫军万之争的 就军安证券 上次也是想入主 应该蛮多的这类的事情 对不对 其他的公司 可能不同的规模 我不懂 这次为什么公众兴趣 不是 就我来说 真的没别的原因 就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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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微博的言论 王石 他所谓的那个内部讲话 流出来 其实 大家也不一定相信 这是什么无意 流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但流出来之后呢 他讲的一些个话 引起了我的好奇 然后呢 我现在发现呢 人们都是血啊 人们观众都是血的 哇呀 打起来了 而且一下子这个局势 还有钱多少个亿 而且这个局势 一下子发展到 这个卖油条的这个 不是 咱不能这么说了啊 就是这个宝能系的 宝能系一下子拿到了 22.45%的股份 还有7.0%多 就拿到了30% 拿到30% 他就可能控制你 这个董事局啊 董事会啊 是吧 然后王石就绝地反击 就是说 而且就是说 我们不欢迎你 这个地方戏剧性啊 就太强了 而且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徐老师 你看看现在 这个对阵双方 哎 王石 现在还这个表面上 还是 下面就是瑞士 这个 就是瑞士信贷 这他他他 今天上午讲的 好像又有点 那个话 往这个和谐里说了 哎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个 姚振华 据说这个人呢 平常低调 要求他的属下 就是你们能不能做到 让他百度搜不到 我的名字 这姚振华 咱们再看看下边 这个可能是出错了 这个朋友圈 跌低头 基地密会掉 这个叫 别流泪 社会主义感情包 前段时间满满流行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啊 我看了好多篇文章 我一个就是有 好像有个叫江南奋青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 他这个文章值得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秦硕 秦硕呢 哎呀我早年在广州的时候 我们俩就很熟 原来他跟王石啊 也很熟 所以他以这个老朋友的姿态 这秦硕写了一篇这个长文 他这个 我感觉到他也很有情怀 他基本上的这个情怀 就是说呢 呃 你看留在我脑子里的 就是说善和大义 你知道这个事情 他这个有意思的在什么地方 王石是创业者 他创办了这个 创造了这个万科的这个整个 现在成为最大的 这个房地产企业啊 而且很讲责任感 价值观 呃 很长一段时间 他就是骑手 他就是精神领袖 而且甚至当年在这个设计股权的时候 他放弃了 据他自己说 我就不要财富的追求 我拿一千来万的年薪 我不占什么 以至于他的管理层才占4%多 他不占什么 他要股权分散 但是这个股权分散呢 呃 那个时候的第一大股东一直就是华润 华润呢 就充分放手 于是就说管理层一直是主导 呃 可以践行他们的这种方向和价值观 但是呢 你看 那意思 秦硕那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人行善的时候啊 也就容易大意 对吧 坏人才看得紧的 可能人行善的时候就容易容易大意了 大意了就没有想到这个股权 我发现好多人 包括那个潘石屹啊 张包括他老婆张新呢 都会提到就说 哎呀 说这个我们我们这个公司上市啊 很大一部分精力 你得想这个万一被收购怎么办 资本市场上的收益和风险 就为什么老王和万科到了 一下子到了今天这个这个地步 都感到很惊讶 然后最后这个 你看这个秦硕他提出来的这个意思呢 哎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他就说呃 王石啊 估计这次打仗啊 说不定王石还能赢 然后完了之后 王石呢 是不是应该干脆啊 就别当太上皇了 或者说当一个什么呢 就是万科董事局荣誉主席 然后让他现在的那个郁亮 当实质上的主席 你你听得懂他们这文章都是什么意思吗 没听懂 最后这句没听懂 前面听听明白了 哎 我觉得这个里边表达一种很复杂的 因为他们 我就不懂他们这个 但是我觉得在很多人的眼里啊 似乎王石代表了某种 善的企业家 中国好的企业家的精神 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 姚振华的这个啊 如果真的完成了他的这个所谓敌意收购 似乎很多人觉得是比较可惜的事 但是我也看到另一方面 人家就讲了 你这个万科多年来致力于自己的这个企业发展 但是这个中小 你现在拉这个中小股民呢 可是你这么多年 你的股价 你也没让 没让中小股民赚钱 反倒是这姚振华这么一弄呢 光光光光光 哎 两个星期之内 万科股价上升70% 那么你说中小股民怎么想 那那个 那刚那个文章啊 当然就非常中国话语的方式表达方式嘛 什么散了恶而核心价值 可是因为这种情况啊 香港经常 不是经常的 偶尔会出现了 敌意收购 我从来没看过说 用这种套路来谈的事情 主要要谈什么呢 谈他的市场价值 就像你刚最后讲 OK 假如收购过程里面 股市升多少 对于中小股民 小股民有什么好处不好处 甚至我记得看过一个 敌意收购的例子 那个很重要的评论家 信报的 然后呢 还给被收购那个人 比方说王石 举例比喻 给他建议说 你不要想要 想要人家为什么 这样要收购你 不要那么不爽 你要想 为什么你会引起人家被收购 你做了哪些东西 你其实有很大的盈利 赚钱的潜力 你没去发展 人家看中你 当然 就来讲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你想像你是去收购你的人 用他的方法 来搞好你的生命 我觉得这角度是 一个意 一个利 有很多人你坚持从意出发